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的游佛苏丹更将十个港口交给他打理 令他成为马来半岛最大的港主 更被授予资政的投函 这条街亦都以他的名字来取名 如今来到文化街的贡门都可以见到 两旁是以金物和胡椒作为设计元素 但一眼望去这条百年老街就不长了 左边是新式的建筑 右边就是老式的双层店屋 可惜的就是如今是见不到太多传统的行业 那继续走下去 看见很多老店翻身成为咖啡馆或者特色的小店 充满了文青气息 正慢慢感受到老街的魅力了 这是一个很传统的集货店 哇 很坏旧福古啊 老街上剩下的老店不多 这个是比较少剩下的集货店 现在前面这些都变成了咖啡 或者是葡萄 陈毓年文化街虽然不是说很长 这里的老街区 我觉得都很有特色 特别是后面这间Merry Brown 很多游客都可以在这里打卡拍照 我觉得是很美的 这间红楼是老街最有人气的地标建筑之一 每个经过的路人都会停下脚步来拍照 听说老屋曾经是大骂首富各学年家族的产业 而且各学年就是在陈毓年街出生的 这个老街区也保留很多家老字号食店 听说每到周末 很多游客以及新加坡人都喜欢来这里找美食 就先来一间海南老茶室 喝杯咖啡 吃件面包 感受最地道的南洋风情 老街这间是华美茶餐室 那你进来喝杯东西吧 华美茶餐室是在1946年开业 卖的就是最经典的 那卡业面包 奶茶咖啡 炒粉面食 海南鸡扒饭等平民美食 那来到这里我正发现 这里是包容各族文化的茶室 听说过去年游佛苏丹 都曾经微服出唇来饮茶的 那我特别喜欢这间茶室 浓浓的坏够感 特别是楼上的雅座 真的好似市江倒流回到以前 连托运食物都然用传统的方式 哇 人家当年都很传统 你看它是这样拉上去 哇哈哈 上面是这样的 哦原来是这样拉上去的食物 哈啰 哇 哎呦 是这样运食物上来的 好坏 哇 哈啰 在那里是很大力的 哇 哇 哇 这个是人家叫的 这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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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咸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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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 啊 他爷爷这样拉上去 我真的要很大力了 我觉得挺有趣的 就是说一定要维持这样的传统 就令到这个茶室 真的有一种是 历史感 哇 楼上的错位都很不错 可以看到街景 我觉得很有以前吃的那种情调 对着老街 好 来到老街的要喝一杯咖啡 吃一件烤面包 就是最理想的 烤午茶啦 咖啡也很香 它不会太甜 我觉得是 好喝的 还有这个就是 烤面包 你可以看到 很薄的 烤得很薄 试试看 牛油鸡蛋 很脆 哇 牛油鸡蛋 比较很大 很好吃 很好吃 虾面包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你看 虾面包真的很好吃 很脆 老字号茶室就是1963年开业的锦华茶室 曾被选为大妈百大传统风味的咖啡店之一 这里很适合你吃早餐或者是棚茶 它的咖啡我觉得的味道是更香浓的 烤棉包也都很美味 我觉得这里的风格也像是 无论是食物的风味 气氛也很像华味茶室 很香脆 好吃 老街里有很多特色的 咖啡館和小店 这间设计很特别 好 这里有一间是IT Road Cafe 听说它的海南鸡排是最出名的 全城最出名的 the best chicken shop in town IT Road Cafe 1961年开业 又是一间充满旧静怀的老店 这间店是曾经斑活 Jajak Iskandar Putri 属于政府对新山老字号历史价值的认证 那餐厅最出名的美食 就是号称全城最好吃的鸡扒 好 这是新山最好吃的鸡扒 海南鸡扒 我点的这碟蘑菇汁鸡扒 醬汁真的很浓郁 而它的鸡扒是外酥内软的 非常鲜甜多汁 味道确实令我有惊喜 试试这个声音 嗯 很酥脆很酥脆 你看它的外皮真的很酥脆 肉汁又保留肉鲜甜 但是这个蘑菇汁 你看它真的给了很多蘑菇 我觉得它的 给料很不守愿 很大方 这个是榨树 但这个全部都是手工做的 哇 我觉得这个鸡扒 果然是全城最好吃之一 可能是有更好吃的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真的很美味 在IT ROW CAFE对面 有一家看上来 不是很起眼的传统面包店 亦都是老街美食名单之一 店家40年来 都依然坚持用传统石要来烤面包的 很有古早味 那这里最出名的就是 Curry Puff 和各式面包 可惜的就是这一日我来得太迟了 面包都卖完了 生意真的很好 如果要吃传统面包 都可以来到这间店 它的名字是叫做沙拉布尼 Vakery 我觉得在老街里 都可以找到一些真真正正的露子豪 说到老字号面包店 老街这里还有一家非常出名 经常排长龙的百年老字号 协谱面包西果厂 开业于1919年 至今都依然用英国人制造的 古老尊瑶来烘焙面包 本来计划要拍摄面包出炉的画面 但就遇上猶神 时间就安排不了 来了几次 他们的面包都卖完了 但就卖到最出名的香蕉蛋糕了 好了 这个就是刚才卖的香蕉蛋糕 排队的 那就试试看 这个香蕉蛋糕 这个香蕉蛋糕不甜 是很清香的那种香蕉的原味 我觉得是真的吃一种古早味 是真的很松软 香甜 这个香蕉蛋糕 它有一股清香味 有点像是黑糖味 和香蕉原本的那种清香的味道 是真的挺好吃的 今天是新生的那几天都来过老鸡好几次 就是为了试吃不同的美食了 我看到街头的这间 动员咖啡店生意很好 原来是卖粮食 和本地美食的 今天剩下的就是这些糕点 今天生意很好 很多人都要来游神 所以如果喜欢吃的 都可以叫一些 红菇 或者这些好像是 Surimuka 这个是 嗯 很香啊 很香啊 有判断的香味 而且不会太甜 最重要就是不会太甜 而且可以吃出一个 噴丹的香气 嗯 好吃 这个是糕点好吃 不过这碗 这碗汉堆就答不到我的期望了 我吃了很多地方的汉堆 我觉得 槟城或者是 马六甲的汉堆 正是最美味 最地道的 我觉得这碗水平是中中的 因为我就是比较喜欢 槟城那种 是淋上椰浆的 因为这种是分开的 很香 这个豆腐花入口即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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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这里的甜品 不会太甜 嗯 嗯 又很清香 嗯 嗯 这个好吃 嗯 这个甜品很棒 我很喜欢 嗯 那么除了美食 陈毓年文化街都很适合三步的 慢慢去发掘街巷的壁画风光 陈毓年老街这一区 真的可以慢慢去行一些小巷 发掘这些很漂亮的壁画 特别是阳光打落来 你看 哇 很漂亮很漂亮 他们也展示一些新生的以前的大人物 他们开闭这里的 鲜丰 由不同的角度欣赏新生的老建筑以及城市风景 此情此景我觉得也挺有味道的 这个Masjid India在新生 我觉得它的建筑风格和色彩都很特别 是南与白的 看上来真的有点像是地中海的风格 其实它是一个Indian Muslim的一个回教堂 很漂亮 这个老街区也有几个文化景点是非常值得一游的 来到老街也可以来到这个是 新生华族历史文物管理 了解一下华人华社在新生的一些历史背景 这里你就可以了解一些华族的历史 还有佑佛皇室和华社的一些渊源 和之间的紧密的关系 我觉得华社在佑佛新生的历史 和历界的好像德蒙公和苏丹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一种合作的关系 一种团结的关系 一种合作的关系 团结的关系 大家都是为了新生 为了尤佛州的共荣共好 这就是我们现在新任的元首 打乐端姑 今天是我们现在新任的元首 这一集 我亦想再重点介绍 陈玉年文化界这一区 最不可错过的景点 也是我这一次 专程来到新山的原因 就是游佛古庙的游神庆典 游佛古庙已经有近150年的历史 庙里面是供奉五邦的神明 包括潮州邦的元天上帝 大老爷 福建邦的红仙大帝 客家邦的錦天大帝 广东邦的华光大帝 以及海南邦的赵大元帝 古庙精神五邦共和 游佛古庙和其他神庙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拥有浓厚的潮州色彩 展现早期新山华社邦群 互相包容互相扶持的团结精神 过年参与游神也是一代代新山人的集体回忆 我这次来到新山最难忘的就是看到新山的华社是一呼百应 努力地去传承传统文化的精神 而且还见到很多年轻人都非常透入和支持人生力度 虽然我不是新山人 但是也有一种好心的共鸣 全世界都有华人的终绩 但是大妈华人对于饮水思缘 传承文化确实是做得很好 那我真是很推荐大家在元宵节过后 正月18至22日来到新山观赏游神庆典 现在就带大家重温中神出联 而有的精彩画面 那新山游神最特别的就是会摇神轿啊 据说早期是没有这个仪式的 后来就为了增加大家的参与感 更热闹的气氛正融入 也都有一个说法就是 摇神轿摇得越大力 神明就越高兴啦 也都更轻呀更快 意思是更幸运更轻王啦 不说你不知啦 由新山回来过后 游神意识的轻啊 轻啊的声音画面 都依然停留在我的脑海里面 实在是太难望的画面和回忆啦 他来放一个span这样的 轮流这样的离台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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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就是被添加多了 天橋的地方 不可以有東西是溃源的 但是用大電梯來 劃一劃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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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早点 这边早点 不要走 不要走 这是厅长人士来参与 也是研究的一部分 现在你可以看到 在年日之下 他们一起游行到行工 我觉得这份精神 他们是轮流来台的神轿 我其实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新生人对 传统的信仰民族的文化 他们的坚持和传统的精神 真的令我感动 很感动 老伙伟 传统人 传统人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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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ra!Morra!Morra! Morra!